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1年11月29日 肯萨斯体育会众志城城 周一凌晨 美直连季后赛准决赛绝赛继续进行 其中肯萨斯体育会将主场对阵黄家延湖城 黄家延湖城在季后赛首站 只是以互设12码的方式幸运地气走西雅图海湾者 反观肯萨斯体育会则以3比1赢得干脆利落 加上两队经济常规赛表现又有所差异 黄家延湖城此番出征恐怕好运不再来 肯萨斯体育会上既是西岸常规赛冠军 球队经济常规赛表现依旧不俗 绝大部分时间都处于西岸三甲之列 甚至一度领跑 球队实力自然无庸置疑 虽然肯萨斯体育会在常规赛收官阶段遭遇三连败 但其实也可以将之视为战术性放弃 他们全程派出后背门将提美利亚把守大门 而且还分别演练了不同的阵容出战 只是结果不顺理想 尤其在攻击线上 不管肯萨斯体育会如何辨证 由庄尼罗素、丹尼尔、沙莱尔和开舒列顿三人组 才是最具杀伤力的封线组合 前两者在常规赛合力攻入31球之多 而开舒列顿则斩获球队季后赛首球 肯萨斯体育会季后赛首战就以三比一轻取温哥华白帽 加上金帐依然拥有主场优势 肯萨斯体育会当然值得继续看高一线 阵容方面 中场菲拉比轩南迪斯继续停赛受罚 黄家延湖城经济进步较大 他们有上季常规赛西岸倒数第二摇身一变成为经济的西岸地区 刚好赶上季后赛尾班车 不仅如此 黄家延湖城在季后赛首战居然爆冷淘汰夺冠大热门西雅图海湾这确实令人颇为意外 回顾该场比赛 黄家延湖城能够笑到最后只是一位厮守好运降临的结果 他们全场控球百分比 只有37.9% 射门次数0比21 角球数则位1比15 如果只是单看数据 黄家延湖城每一项都可以说是必败无疑 另外 黄家延湖城经济常规赛的防守表现其实并不好 尤其场均做客失掉1.94球 是西岸做客失球第二多的队伍 失意面对入球能力突出的肯萨斯体育会 黄家延湖城以守戴攻的战术或将可疑不可在 阵容方面 前锋C加西亚因伤缺阵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你的一个赞是我们的鼓励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就马上订阅 嗯 嗯 嗯